你干什么 若是莲花灯 没有顺利地放到水面上 那么放灯的两个人 就会生生是嗜纠缠不清 只是一些没有根据的说法 请不要胡言乱语了 是 是 怎么 等不及了 我还没有玩够呢 你如此的虐杀 真叫人歹寒哪 他是妖 这难道不是他的宿命吗 你也是妖啊 怎么 还是如此的恨着妖 我没空跟你废口声 小妖你拿走吧 等等 我来是为了告诉你 许轩和白妖妖就在这林外 你说你要是落入许轩他们手里 会是个什么样的下场 你难道忘了 我曾以受邀为生 我不怕曾经 只怕将来 其实我心里怕极了 这画本上都写了 若是一个男人 对一个女人兑现承诺 那就是要两清 自此 桥归桥 路归路 一生就再 闭嘴 我怕过了今夜 你已兑现了承诺 我们之间就两清了 可是 我不想我们之间两清 你曾经想收我 我不曾怕过 我知道 你现在心里瞧不上我 我也不怕 哪怕你将来上了九重天上 或者是黄泉炼狱 我亦不会怕 我心里想着你 念着你 我就是要生生世世 与你纠缠不清 你心中明明有我 为何不敢承认 你心中有情 何来四大皆空 我清晰众生 你休要曲解 你连自己心里的想法 都弄不明白 何来灰心 何来明台 你把眼睛睁开 好好看着我 我就是要弄清楚 你心里面 到底有没有我 哎呀 你输了 齐霄 你心里还是有我的 我没有 你有 我没有 你就是有 从今往后 金山寺就交付于你 剔毒一失 剔去烦恼 断绝护尘 抛却自有随心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我就想像小白陪着许萱一样 一直陪着你 好 人间事本就难断 又何必不放执念 爱不忠不胜破锁 念不依何处净土 小心 你蒙正眼跟我去一个地方 到了那里 你就知道了 你犯了什么错 去就去 怎么 莫不是你要回去看看你的师兄 我只问你 你口中的妖帝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出现 你让我捉妖来给你炼炉 但是我不想对上白妖妖她 若你口中的妖帝迟迟不出现解决眼前的问题 是我再难给你办事 怎么 面对许轩 你就这么畏守畏尾吗 不过可惜了 妖帝这会儿是来不了了 若我猜得没错的话 她已经遇上了大麻烦 我猜得没错 恭喜主人 又得到一颗腰的灵珠 不是让你每次看见我都要低头的吗 你这样冷冷地看着我是何意啊 是不是想让脸上的伤更深些 对啊 见过冷姑娘 令人宰割的感觉怎么样